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在美国办理身份延期或者转换 如果被拒或者收到RFE怎么办 那这种情况呢 在最近几个月可能比以前更加普遍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有一些人 这个尤其是在美国探亲房友 拿B签证的申请人 他这个申请了一次延期 可能还没有批准 又必须要申请第二次延期 甚至有的人呢 办理第三次延期 那有的人呢 是因为程序问题 有的人是因为其他方面的问题 所以呢 受到了RFE或者被拒 那另外呢 也有说留学生毕业 或者访问学者 身份到期 或者其他人因为工作变动 因为其他原因 要办理身份转换或者延期 那有的人呢 受到了RFE或者被拒 这方面呢 也可以参考我们的YouTube频道 其他的视频 以及呢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的文章 还有呢 我们最近在这个网站叫美国攻略上面的专栏文章可以参考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具体讲一下说 如果申请已经被拒 或者收到RFE 那么应该怎么办 这里面呢 分成几种情况 如果这个申请人啊 在这个等待期间呢 他已经离开美国了 那么即使申请被拒 一般来说没有关系 有的人呢 因为离开美国以后 又收到了Fingerprinting Notice 或者是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或者呢 直接就因为离开美国了 申请被拒 然后有些担心 这个一般情况下呢 没有关系 只要你在美国期间 这个申请是判定的 那么你在美国呢 并不积累 unlawful presence 一般来说 下一次来美国也不受影响 将来如果办绿卡 也不受影响 这个呢 是对于已经离开美国的 那如果人还在美国 收到了RFE 或者被拒 怎么办呢 这个看具体的情况 那如果本来就准备 已经要离开美国了 那没有关系 那你可以考虑 按期离开就行了 但是我们知道呢 就有的时候 有的人可能 旅行不方便 或者呢 不容易拿到 这个健康码 旅码等等原因 那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 那申请被拒了 怎么办呢 首先当然我们 尽量避免被拒 有一些人呢 是因为程序原因 比如说 fingerprinting notice 没有收到 或者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没有收到 然后呢 过了期限 申请被拒了 这个比较可惜 这有的时候呢 是因为postal service 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因为 个人搬家 或者是在疫情期间吧 反正miss了这个邮件 造成的 那像这种情况呢 一般来说 是可以挽回的 我们有一些申请 最近 遇到有的申请人 这个 错过了 去fingerprint的时间 或者因为 因为miss了移民局 RFE的通知 造成申请被拒 然后再联系我们以后呢 如果申请还没有被拒 及时回复移民局 打电话联系 还可以再收到新的通知 如果申请已经被拒呢 也可以考虑提交一个appear或者motion来挽回 我们有这样的例子 这种情况都有 那么我们在这里希望强调的是 如果申请已经被拒 但是个人还希望留在美国 那么 不能置之不理啊 你要及时的采取行动 要么提交新的申请 或者呢 在收到了被拒的通知以后 在 最好在一个月内 就提交呢 这个motion to reopen 或者appear 那这样呢 即使你的这个申请最后 God forbid没有被批准 那 只要你有申请pending 如果我们此前提到的 你在美国呢 就不积累这个unlawful prizes 这样呢 对你下一次再来美国 或者将来再办绿卡 会有好处 那如果收到了这个申请置之不理 但是人又在美国呢 那接下来有可能会进入removable proceeding 叫递解出境的流程 会收到NTA Notice to appear 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 收到NTA呢 就比较麻烦 因为要你去出庭的时间 往往是几个月以后 那如果留在美国呢 那岂不是又要多等好几个月的时间 潜在的呢 有积累这个unlawful prizes 更长时间的风险 因为申请已经被拒了嘛 但是如果现在要离开呢 那就又没法去参加这个NTA的hearing 所以总之嘛 这个原则是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再重复强调一下 如果不幸呢 这个准身份或者延期的I-539申请被拒了 不要掉以轻心 不要置之不理 那你要相应的采取办法 如果马上要离开美国也就罢了 但是很多人不能马上离开美国嘛 那你需要要么提交新的申请 要么提交Motion 要么提交Apple 这个呢 是如果申请万一被拒的情况 那我们当然尽量希望避免嘛 那如果收到了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RFE应该怎样来应对呢 我们在这里呢 再给大家强调和解释一下 那从移民局的角度来说 如果这个人拿B签证或者是别的签证 本来说在美国待六个月或者固定的时间 后来延期了一次还没有批准 又延期第二次第三次 那就总是一个有限度的问题嘛 不是说这个延期就一定不能批准 但是你延期的次数越多 被拒的风险总是会高一些 那从个人申请的角度来说 怎样减少RFE的风险 或者在收到RFE以后 怎样能够回复 然后克服障碍 得到申请批准呢 主要有这么几点 对于转身份或者延期的人 首先呢 那你在美国生活期间 要有足够的生活来源 如果你不计划在美国工作 拿的比如说是不能工作的签证类别 那你需要提供你的银行账户啊 或者是别的资金来源 证明呢 在美国生活期间 有足够的合理的资金来源 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还有什么呢 这个尤其是对于拿币签证的 如果说因为理论上说 我是在美国短期待着的嘛 将来要离开美国嘛 那你首先呢 要证明说 我已经做了一些arrangement 说要depart from the US 那这个比如说已经购买了机票 将来的机票 或者至少做了这方面的尝试 有书面证据 表示呢 我为离开美国做了一些安排 还有什么呢 还有在美国境外的住所 这个大多数人嘛 有的是退休的 有的是因为别的原因 你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呢 不一定在中国还有工作给你保留 是吧 有人已经退休了 有人原来也是在美国工作的 但是呢 如果你有在中国的住所啊 这个呢 会对你的申请转换 或者延期这个身份会有利 那你需要提供什么呢 如果是你买的房子 你可以提供房产证 购房的契约啊 等等 还有呢 比如说 一直还在交这个 HLA的费用啊 就叫什么物业的费用啊 还有这个水电器啊 等等这些费用 显示呢 你并没有意向来放弃在美国境外的住所 那这些文件呢 如果是中文的 你需要翻译成英文来提交 看起来好像不起眼 或者比较繁琐 但是实践证明呢 这类文件对于申请转换或者延期 还是有帮助的 那如果符合条件 你可以考虑提供 如果没有自己名下的房产在中国 怎么办呢 那有的人呢 比如说他曾经过去和父母住在一起啊 然后那提供父母的住所 并且加以解释啊 应该也可以 或者其他的亲属 或者是租房的证明等等 这些 那么这个呢 是如果收到了RFE的这样的情况啊 像我们前面提到呢 这些文件一般呢 除了你教中文原件 还要教英文的翻译件 那总结一下呢 我们看到最近啊 有更多的人在办理第二次第三次延期 或者申请转换 那么RFE以及被拒的风险呢 比以前要更高一些 我们从内容上来说呢 要准备刚才提到的这些文件啊 这样呢 减少RFE的风险 受到RFE以后呢 也能够得到批准 从形式上来说呢 需要尽量避免 错过来自移民局的邮件 我们此前有另一个视频讲到了 你可以注册一个网上账户 这样呢 可以更好的这个track 移民局给你的文件 比如fingerprinting notice RFE notice 不要因为 错过了移民局的邮件 造成申请被拒 很可惜 如果万一申请被拒了呢 还可以再重新提交 或者file motion 或者appeal 这样至少你有一个申请判定 然后在申请判定期间呢 他最后没有批准 你在判定期间离开美国 这样的话呢 如我们前提到 这个可以讲呢 正常情况下 不积累unlawful prizes 对于你此后再来美国 或者办绿卡会比较有利 有这样情况的人 可能很多啊 具体情况 case by case 如果有更多问题呢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在美国办理身份延期 或者转换 如果被拒 或者收到RFE 怎么办 好 谢谢 优优独立不属同 优独立不属同 二子 二 gdy nu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